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南美洲人民抵制美国经济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的投资和援助 他称美国是该地区邻国的好朋友和投资伙伴 蓬佩奥星期五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发表讲话时 美国认为现在是南美洲巩固西半球民主繁荣和和平未来的机会 我们有这个机会把握着它或者浪费它 蓬佩奥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投资于南美国家 为经济带来腐蜀和腐败 他指出阿瓜多尔的一个由中国资助的大坝项目尚未成功 他说这座大坝本来就是要解决阿瓜多尔的能源需求 并帮助该国摆脱贫困 但现在大坝以半容量运行 几乎所有参与大坝建设的高级官员都因为贵路指控而被监禁或者判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